非常經典的傳奇一刻 看到四位齊居一堂 和我們都起了兒時的回憶 小時候80年代我們看這個電影的回憶 非常的感動 真的是最佳拍檔 好多熱情的粉絲請尖叫 我覺得非常難得 那個西麥姐最主要是那個 中間那個呂演員那個呂浩 非常有名的人 其實我還跟朋友 在講起那個故事 因為大家知道 他從來就是拍一些文藝片的 很少拍喜劇 而且講一個很粗野的 粗拆婆 後來他一下飛機的時候 我看到他的時候嚇我一下 他竟然拿一本書叫 《論語》 我說這個什麼人呢?怎麼跟他聊天呢? 對不對?原來他是用來裝飾的 他從來不翻的 他們弄的那個 那個film上演之前 幾天之前 差不多不到一個禮拜告訴我 這個音樂是要你做的 那麼我要在一個禮拜之內 其實六天就要把整個戲的音樂 弄出來 要不然的話 那個戲他說不能上演 沒有音樂的 那麼結果我就 拼命的做了 找了一個樂隊來 就立刻的就做了 從來沒有做過一部戲 這麼快的 而且獲了我自己的紀錄 我最後這一位 不得了了 開心鬼永遠不變 哇!好經典會的黃百亭先生 分享來到紅坦基野金馬的心情 非常高興 那麼說起這個 這部電影 當時是我寫劇本 寫完以後呢 我就問這個 李主角是誰來演 她去講一下 我說講一下 剛剛演完這個林黛玉 怎麼可能演這個菜婆呢 那麼後來我就趁機去接她的飛機 接著飛機 她也不認識我 我有提到碗包包 她以為我是這個 這個聚物 後來呢 我就送她回公司 我就把劇本交給她 我看到她一直看 一直笑 一直看一直笑 我就可以了 太多回憶了 我們將近十年的光陰 是常常在一起的 一起想故事 然後幾乎是每一個人 誰開什麼戲 大家都會去幫忙 這個真的是很難見到的十年 特別特別很特別的一個演戲 而且還是客串喔 對 對 老闆有一個爛生爛弟啊 對啊 她就演一個小弟的 小弟那個 對 出兩個鏡頭而已啊 就你來吧 好感動喔 一席未定復蘇 那個斗房你有去過嗎 張姐 當然有了 當然有了 而且那個時候 所有的最佳拍放 打都是我自己打的 對啊 我記得她第一天來 就是要在這個金埔裡面 用搶水來這樣搶他這樣 那種 飛過去 穿個裙子 呂搭仔 厲害啊 哇 就是她害我的 怎麼了 就是她就叫我做這些事情啊 不是說她成績表現這麼好嗎 對不對 就第三天就腳就掰了 你知道嗎 還是繼續拍 新製成小伙子 關注有信心 掌聲 有了 是 不 那種 字幕 是